大家好 今天是9月9日 星期四 收視之後 恆生指數今日跌了600點 上星期四跟大家說甚麼呢 跌浪反彈持續不去看著兩個點位 第一個就是恆生指數26,700 第二個就是科子7,000點 如果看回星期三的時候 恆子距離我要看的位置差100點 科子距離我的位置差50點 其實可以說是倒價的 現在看到明顯回頭 當然政策面上有傳 中央不會再審批新遊戲 一堆手遊股科企全部倒塌 科子倒塌 ATM倒塌 很多弱勢股更加回頭 這樣提大家 現在的市場很可能是反彈 完結再一次回頭 會否跌得深跌得快 不知看政策 但是很多東西要開始止讚止蝕 強勢股 新能源汽車繼續保持它 沒有問題 但是弱勢反彈了批 包括科技股 從來沒有站到項線那些 麻煩全部走 站到項線那些 用項線來分走還是不走 後市仍然是艱難 因為從來市沒有站穩 250周線 萬七 所以整個跌勢會持續 不過快慢就看調控政策 若細的科技的 不要那麼快想罵 繼續集中你們的倉位 在新能源汽車強勢股 如果想不到辦法 就拿著Cash 檢視著市場 看定些 先在作部署